这个上面的讯息可以自己制定 再来的话,我会有左边的按钮叫Positive Button 里面的话,会有两个参数必须给它 第一个参数就是字串,加一个确定 后面的话,要New一个什么呢? 也是类似像Button,因为它就是一个Button 所以上面的话,我需要加上什么呢? 加上一个在Dialog Interface上面 假如说你不确定的话,其实你打完这一串之后 也会出现Dialog Interface的提示 在这边会提示 所以有的时候我习惯怎么样呢? 直接把这个地方后面的提示,用Copy贴上的方式 你会发现这一串就等于上面这一串 所以直接复制贴上来也可以 有时候怕打错的话,可以利用说明讯息里面的这一串贴过来 然后一样呢,给它一个小瓜糊 大瓜糊 小瓜糊,大瓜糊,就会新增未实作的方法 那我们就可以产生下面的这个实作方法 那最后呢,如果要确定结束的话呢 那结束这个App非常简单 就是一个方法,叫Finish 那底下的话还有取消 那取消的方法的话,特别注意就是说呢 跟上面是一样的,只是改成Nactive Button 那一样,那只是说里面的实作方法呢 我们把它空白就可以 那最后呢,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动作 就是把它秀出来 把它秀出来 这样的话呢,就完成Alan Dialog的流程 那基本上Alan Dialog的复杂度会比Post来得高很多了 不过尽量就是说呢,可以参考这个范例,把它完成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Alan Dialog的部分 那我那个程式码,我是把它放在那个 程式码在参考的那个程式码里面 有一个是进阶的 就是ATM Input 里面有一个程式码刮湖进阶 那进阶里面就会有一个按钮 那这个地方里面呢,我们把它download下里面 最后面就可以参考一下那个Alan Dialog的程式码 试着把它完成 那么一个项目一切吧 对,但是我一定会有个效果